九头神雕 继承达 想从房硕安的嘴里套点话 他算盘可打错了 他没跟房硕安接触过 他不了解房硕安的为人 要论武艺 房硕安一万个也白给 要讲就动心眼 他俩这整个大翻个 继承达一万个也斗不过 个房硕安 老房心里暗想 套我的实话 好嘞 干脆我借题发挥 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什么大我就春什么 房硕安打定主意 把一口酒喝干了 我说近老见客 你看咱爷俩没见过吧 投缘 投缘啊 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 那现在落得多好 我这人是个执行人 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我看莲花冠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 对吧 您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开封府也来老了 哎呀这些天忙的 焦大后脑勺 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 乘宿觉赶紧睡不了 为什么呢 老来的 正睡着呢 砸门了 给这一波刚接进来 还没等吞裤子 又来了 干脆 浑身打浑身 连鞋都不脱 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 那么都有谁 你能不能讲讲 不至于保守秘密吧 那哪能的 都得在擂台见面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 不过呢 我挑那重要的说 要都说 说的明天天亮 也说不完 好 知道冰山北极岛吗 知道 呵 来了几位 这几位我头会见着 有个老头 个不高 那头发脱地 哎呦 那两个头发怎么那么长 长发道人雪珠莲 你听那姓也特殊 冬天下雪的雪 来了 领着几个人 霹雳狂风水上 福州 诸葛温英 镇北海 鄂面昆仑守 上关风 飞飞上人 诸葛随 来苏格 吼 吉成达一听 我的天 长发道雪珠莲 来了 这个老家伙 亲自出了马了 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 心里好做的有数 有备无患啊 他心里吃惊 脸上 显得还挺平静 哦 请往下说 还有谁 峨眉山那人 那是肯定得来啊 冲着云瑞那个份上 冲着上三门 他们得来 白云剑克下后人 一字峨眉女马 凤姑 寒江姑燕 女剑克上云凤 还有那最厉害的 小孩似的 七十年纪可不小了 一百多岁了 白衣神童小贱魔 白老白衣子 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 前天晚上来的吧 基成达看看两旁的群贼 众人用眼睛说话 对房淑安讲的 有信又不信 这基成达接着往下问 发言 还有谁呢 还有少林的 都是大徒和尚 哎呦 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 黄那天晚上就来十六个胖子 哼 一张床就能睡一个 就围着接待这帮和尚 把我屁都累出来了 来的是扭转千坤 木兰师方 欧阳中会 欧阳普中在这 风僧最普提凌空在这 那咱就不必须说了 还有九转还阳 达里佛 古风 罗汉 少林八的名僧的第四位 还有什么 降龙僧 肥虎僧 哎呀呀 多了 少林的人也都来了 千坤无老 中山无老 还有个大和尚 住到海外 叫万年古佛 他领个徒弟 就是海外一耸 叫王源 啊 王源也来了 来了 他能不来吗 他跟我干老 那交情和好了 在阎王寨的时候就说过 梁子 你要有事 你给我打个招呼 赴汤 导火 万死不死 随叫随到 你看 多够意思 二指宽就小纸条 刚送去 背 你俩来的 万年古佛 陪着 还有谁 太多了 没说 我们要再说 那说起来就没完了 你值得这么点 也就可以了 吉成达 点点头 这会儿 方说安也吃个不得了的 方说安一想啊 趁这这 谈得挺偷鸡 我快点脚底下抹油 溜之呼 别一会儿这帮小子翻了脸 我再出了事 想着这方说安站起来了 各位 多谢盛情款待 也吃饱了 也喝足了 磕也落完了 请给我个答复吧 帮忙来 什么时候开始 郭长达说 我告诉你 明天继续开了 好嘞 一言未定 明儿个擂台上 咱们不见不散 各位啊 我告诉了啊 有功夫的话呢 中美可以到开封府去做客 欢迎你们串门 群贼一听 谁上那儿传门去 没事在钻到扎岛里头 倒霉不倒霉 方说安说完了 转身就走 郭长达领人 把他送出莲花馆 这阵三更天已经过了 方说安三晃两晃 消失到和一夜之中 等郭长达回来 群贼就一轮开了 有人就说 便贴他的 这小的满嘴 没人话 他刚才说的话 我根本就不信 没那么八度事 有的说 也不见他 因为没那么八度事 到擂台上 咱不就知道了吗 即便他说话 有点悬头 总不能都悬吧 继承达对这种看法 表示同意 继承达一想 哪怕他说一半是假的 一半是真的呢 那我们也得做好准备 其实啊 半半都没有 整个胡人 正这时 飞剑仙 诸亮一皱眉 老剑客 方叔安这小子 肯定没跟咱说实话 哦 老剑客 何以见得 嗨 我最了解他 在阎王寨 我就认识他 这小子说话 办事是神鬼莫测 就光凭他一个人 他赶上莲花棺 我就不信 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 也有人主使他 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 另外呢 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 咱们心里都没说 我的意思 领几个人出去 把他抓住 言行审讯 撬开他的嘴巴 把真话掏出来 郭长达一捕了脑袋 诶诶诶诸老剑客 这就不对了 两国相争 不展来史啊 咱们哪能那样做呢 哎呀 我的总门长啊 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 什么叫不展来史啊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我们找什么借口 也能治他的罪 再者一说 带莲花罐 我们招待他了 供他吃供他喝 还怎么办 我领人在半刀上 收拾他去 与咱们莲花罐 毫无关系 如果他们想爆破的话 我就说 我们私人有过节 我找他算账 甚至我还可以说 房属安过去 借过我的钱 现在我要讨账他不还 所以我才治他 这不有的是借口 主要是掏出实话的 好吧 朱老健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那你现在就起身 好了 弟兄们 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 抓房属安家 有没有报名的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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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是12个贼 报名 朱亮带着 算朱亮13个 十三六黑痒 越过大墙 是直奔 西山 那我树林 从何不是追 十指上 这是脚前脚后的事 但说房属安 离开梁花罐 进了树林子 一边往前走 一边回头 房属安就怕 他们后反哨 老房一看 后头没人 这心哪 多少安定一点 心说 这里的开封 六十来里地 凭着我的脚城 天亮四不亮 我也就到家了 好一好 我四爷爷还去派人 在半路上接应我 快走啊 如果要有人在后头 想收拾我 我可就倒了 没了 他慌着大脑袋 正走着 就听后 那野草刷刷之想 房属安就预感 这情况不妙 就在这时 就见一柳白光 从他身边射过 把道路拦住 站住 房属安吓一蹦 哎呦 我这把谁也吓不一跳 仔细观看 飞剑仙朱亮 朱亮还穿白的 动作再快 所以就像一六白光似的 坐在这时 那十二个贼 一字排开 拉成大王 方属安吓坏了 怕什么来什么 哎呀 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 那我这一辈子我也好不了 方属安心里害怕 表面上装作挺镇定 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认得不 一尺二寸长小片刀 上称一腰 一斤四两四 我这把刀神出鬼没 不服劲 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 这叫干什么 这叫给自己壮胆子 练完了防守安 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你们怕不怕 把群贼气 心说谁怕这 飞剑仙朱亮 把五金拐棍一晃冷 笑了一声 想放他 水贼过河 我甭食狗泡 告诉你一句话 走不了了 你把那修脚刀给我扔了 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 我问你什么 你说什么 你要都说了 而且说的是实话 我不要你的命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 我把你打死 我不但不脸上增光 我还得丢人 我就是问你实话 防守安 压绷半个说个不字 你看一看 大概你也走不了 两条路 你自己选吧 哎呀 我朱亮 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防守安 可没得罪你们 即便有什么过节 咱们八王泪生比 为什么半路 劫杀于我 以多取胜 这不是小人的行为 又可耻 又可耻又可气 而又可笑呼 呸 你少在我面前 穷摆我 到底是什么的 把刀扔了我 不然 我可要动手了 喂喂 防守安 那一想好坏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真要落到 朱亮手里的 我就肯定活不了了 防守安 想着 故意装熊 把小片刀背上了 我老建格 行了行了行了 别发脾气 你不就问点实话吗 你问什么 我告诉你就得了 哎 这就算对了 那你说吧 你问什么 我问你 开封府究竟请了什么人了 说实话 欧阳头中的眼睛 治好没治好 谁给治的 怎么治好的 或者是没治好 现在病情怎么样 都跟我讲 哎 好了 他哎 我老建格 你问行 他跟着问什么 谁问 你后边 那边嘴之动 他还想问什么 我听不清楚 朱亮心以为实 一挥一头 这功夫 防守安 比兔子跑得 还快滋溜 钻进曹丛 是撂绝子就跑 可把朱亮给气 好小子 我今儿 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上天赶到 灵销店 入地 我赶到 鬼门棍 追 防守安 怎么也跑不过人家 扎眼的功夫 又叫飞舰 先给追上 朱亮 飞起了一脚 正踹到老方 屁股蛋的场 哄哄 就是一溜 两个贼过去 刚要抓他 老方也急眼了 把小片刀拽出来 哪个过来 快过来 哪个这么往前 一凑合 我就抹脖子 把俩在下的 扎着手 没敢过来 朱亮说往后退 他跑不了 咱们俩说不说 说呀 为什么跑 我怕说完了 你再收拾我 不 说实话 我就不收拾你 哎哈了 哎呀 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 哪一查 我都忘了 方才我问你 你们一共请来的 都是谁 都请来的 方说 俺哥妹妹 听他这些话 他眼睛往四外看着 他正想 那个老头 心说 打百步神拳 乌营长 那老家伙 你跑哪儿去了 你不说了吗 要遇上为难之事 你必定出头帮忙 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牙上 你可不能修手 不管哪 要不管我老方这条命 可保不住了 哎呀 他往四外看 黑咚咚的 根本瞅不着的影子 老方又想得了 那老头跟我定理约会是这么说的 如果遇上危险的 叫我可劲吹 吹的屋的屋的越大越好 不如我就提高嗓音 可劲吹 我看看他能来不 想着方苏安 怕脑挂的一波 冷 冷不定这一嗓子 把食丧贼吓了一票 我什么毛病 这小子一惊一诈 朱亮把拐棍一晃 你怎么了你 你疯了 你才疯了 我朱亮 我他妈也看出来 我推一尺 你进一站 睁鼻子上脸 给脸 不要脸 我方说 俺是何许人员 你真的不知道 其实你不知道 我是真人 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不但你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今天我也惊你了 我露出两手 叫你看看来 我朱亮 你站好了 你就在那站着 你看看 我给你一掌 叫你知道 知道我掌法的厉害 王苏安说着 把小片刀交到左手 把正手举起来 这手是一个印的晃动 那意思啊 那叫你老头好看着点 心说的老祖宗 你在哪呢 来没来呀 我可笔定上了啊 这一切都是按你交给我办的 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 丢人是小事 别把我命给我搭上 防护 俺提高嗓子 吵吵的挺凶 看见没 我这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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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揍你的脑门子 先叫你知道 知道 我的厉害 把朱亮 好像没气 啪 方苏安呢 你真是疯了 信口 此话 咱俩离着好几丈远 你能打着我 你打得我试试 哎 你这样能打着我 方苏安 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 你看怎么样 哎 这话可你说的啊 我后面那十二十小的听见们 你们可以做见证啊 行了 这徒弟我算收下了 虽然品质差一点 但是呢 将来还可以改吧 回家给师父磕头 放屁 没打着我磕头 还得打着 好了 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不见棺材不掉泪 打了 这叫摆不神拳 无影掌 革山 打老牛 咬 方苏安的手往前一拍 其实他也真使劲 他再使劲 他不会这种功夫 谁也没想到 朱亮就叫这个脑门子上 啪 打的这个清脆劲 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 把朱亮打的 哎哟一声 身子望后一扬 当时摔了个阳面超天 把方苏安下的一闭眼睛 哎呀 哎 其实行啊 哎呀 我说那老祖宗 你在哪儿瞇着呢 你真帮了我的忙呢 哎呀 这这掌法太好了 哪有离得这么远 你个销上去了 哎 看来人呢 活到世上 想什么有什么 不说方苏安高兴 但说肥建仙 就这一翻滚 两眼发黑 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 群贼就过来了 老建哥您怎么了 老建哥 往肥建仙 朱亮脑门子上一看 鼓起来像河头 那么大一个包 这包是红肿高大 朱亮一只手摁着头 一只手点指放转 姓放的 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 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 你废话 我说你要不明白 你就别说 那是暗器吗 那是功夫 这叫百步神拳 无影掌 隔山打老牛 你懂吗 看来你还没明白 行了 我再跟你后脑勺来一下 往说完说完了 把手一晃 后脑勺 啪 朱亮往前抢了一丈多 哭泣 摔了个狗啃屎 再冒后脑勺 比脑门的包还大 朱亮一瞅 这怎么回事 哎呀不用问了 我中了计 这周围都是方树安布置的天罗地网 干脑勺 干脑我跑吧 朱亮 我再一次警告你 往后学好 如果你要再继续文飞坐台 你可小心 你的狗命 就这么跑不行 就站好 你领头站好这一队 敢奔莲花罐 我说一二三就给我滚 一二三滚 哎是你呢 哭哭哭哭 还真听话排着队跑了 给方朱安乐的 哎呀 你说可真了不起的 牵牙奴背首 一牙当行人 我不是做梦啊 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 方朱安就脚着脖子后头 有时候吹凉气 回头一看 正是那位老者 方朱安双膝跪倒 我这老祖宗 我的祖宗家伙 这个大拉松 给您磕头来呀 您给帮我的大帮了 哈哈 我说方爷 咱这戏法变得如何 你太好了 可惜呢 打的是猪量 这样是给郭昌达赖一下 郭昌达也是人 他来了也是照旧 那继承达呢 继承达也是人 他叫酒头申雕 我把他九个脑袋挨个儿 给他造瘪 是吗 我说老祖宗 咱这么办行不行 您跟我回奔开封 您跟大伙见一见 让我们相爷好好 款待款待 我回家 我回家把您这些事 一说您就是我们的神仙 无论如何老爷子 您的答应 嗯 今天我出头 也是为了此事 说完呢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咱们赶紧离开才是 哎呀好了 说着话俩人往回走 一边走一边闹 方说完那脚长太慢了 怎么使劲也跟不上 我说老爷子 您背着我点 我这边这早上太慢了 我倒没关系 是不是累赘了您了 方说完你这小子 是不是想冒坏 我这个岁数 你这个年纪 你叫我背你行吗 怎么办吧 我掐着你脖子 拎着你的 哎别呢 这脖子跟我细的 您一掐在掐舌 老砰 老头给攥住了 方船手抛脚灯 干脆没有反抗能力 老扯望下 一塌腰就像拎刀似的 把方船是拎回宾馆 往门前一放 手撒开了 方船直翻白眼 哎呀哎呦 我应该告诉我 再单一会儿 我这气就上不来了 我老爷把您等等 我到里边送信 叫他们列队 迎接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以为了 你们不要动 我的脖子 因为我认为了